不過這次的電價上漲 老百姓心中感覺 可能跟之前油電雙漲 有一個地方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心裡有相對剝奪感 為什麼呢 因為奇怪了 怎麼光電業者在發大財 結果我們在漲電價呢 好啦 講到這個光電業者發大財 先前爆發臺南議長的 會選爭議 邱莉莉等人 現在通通都禍判無罪 檢方的監聽資料就顯示 其實邱莉莉跟郭再卿 有表態過 他說他要賣幾億的家產 也一定要拿下這個議長的寶座 但法官說沒有啦 他們只是單純閒聊 展現競選的決心而已 好啦 那大家就想問 為什麼單純一個議長的位置 要花個好幾億 非要強刀手不可呢 就有人質疑這背後 恐怕就是牽涉到了 龐大的光電利益 最近檢方針對立揚 在臺南整個光電的弊案 就起訴了 當時的英系莊角古聖輝 前臺南的金發局長 還有陳凱玲 還有包括像是一些 這個能源局的一些官員 等等呢 他們都是在這個案件 當中被起訴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小二甲的禁令 走後門有一個關說案嘛 不法獲利 據說是高達九十一億 那從地方到中央 通通都可以打通關 到底是為什麼呢 目前光是光電的相關 必案據說還有超過六十起 還在偵辦呢 不管是在技術啦 儲存方案 還是國際潮流 現在都已經顯示 我們現在看到的核電 不再是過去民進黨 所謂的萬惡的核電嘛 那既然如此核電已經是可以用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還要絞盡腦汁 想盡辦法來阻擋核電呢 因此難怪就有人懷疑了 難道是因為如果呢 臺灣重啟重啟核電 有核電可以用的時候 那躲在綠營非核家園底下 這些鑽光電材的綠油油門 會不會就要核西北風了呢 農介員怎麼看 不會 核電重啟恢復 加上核四也蓋的話 這些綠能還是吃飽飽 我沒有陪你啦 因為這個綠能是佔了 我們不可能把火力發電 拉到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 所以縱然有了核四 縱然核一 核二 核三都研議了 我可能還是需要綠能 所以這個補貼還會在 在我們的島上也似的大家 這是肯定會繼續的 但為什麼議長會選要花那麼多錢 各位不要忘了 因為我們當時在臺南 是把它凍結到西濱六十一線 快速道路 以東才可以發展 當時要事辦 以西是絕對不能發展 所以他們要取得議會的多數 要把這個自治條例解套 他才能再取得大片的土地 繼續開發 臺南市 臺灣現在只要有四 每十塊光電板裡面 就有四塊是臺南市的 我們講那麼多 跳電也是繼續在跟我們跳 好 那法官看到了 這個議長會選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講得很清楚 要給多少錢 然後你萬一用五黨籍選舉 我會抖內你 還會分票給你 百票給你 就對了 說百票給你 如果萬一落選了 我還可以給你領四年的薪水 你去看這個房子 我還可以打八折 這不是對價 沒有什麼是對價 然後你今天來 你來報案 說你被恐嚇 派出所在你家隔壁兩分鐘 你為什麼先跟你老婆去吃東西 顯然你沒有心聲畏懼 你不害怕 他不知道說是去吃豬腳蜜 蜜蜜 比較不害怕 很害怕 北京也害怕 拼了 而且十個人一致性的翻共 法官選擇相信 法官選擇相信 今天還有放風聲說檢察官起訴 政績力鞏固不足 檢察官已經 我是不好意思說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 臺南地檢署高段的放水 哇 太厲害了 我把你起訴 沸沸揚揚 把你擠壓 然後送到法院一定會判無罪 有這麼厲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當時你在往前看 整個光電的利益 還加上爐渣的利益 那現在還有幾個暗藏裡面 光電裡面是有爐渣的 這二十年你是不一定會去挖 我跟你說 我當選 我一定給你挖的 我沒騙你 看你要走一走 這次我國民黨沒條 沒有 我去司法委員會 我就是要叫法務部長去挖 好 那現在來了一個 鄭明前新的部長 我還是對臺南地檢署 有高度期待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個補貼 你補貼臺電一千億兩千億 沒辦法 你再補貼一早就不夠 那我現在跟地檢署講 你怎麼辦 你買這個農地是不用繳稅的 而且一百 幾乎都是一百零五年以前 所以他也沒有兩歲合一 皇帝合一了 那變成說 我跟這個農民買了 跟地主買了 我一分地假 假如三百萬 那你讓我實價登陸 登陸一千兩百萬 你也不必繳稅 我可以再給你 都給你五十萬 那他只收到三百五十萬 對不對 一百萬買十家 就三億五千萬 好 那我報出來的土地成本是十二億 我全部都是從銀行搬錢 這七千就好了 我就拿八億外出來了 我說這個 你如果又聽不到就對了 你就有夠漏了 為什麼還有很多案沒有辦 然後這拿出來 他太陽能板他還可以戴 他還可以戴 所以還沒有蓋好錢 已經回收三百了 那後來這二十年 臺電跟他買的店家 他去付貸款 二十年後 這些土地都他們的 都打塞 再探土地 刷入頭前 錢就回收了 你看 資本額有幸福嗎 資本額十萬 變錢要幾千萬 資本額 資本額 要把我們賣雞能 那也資本額 還五十萬 還給我們平方錢 還五十萬 這太陽能光電資本額十萬 比小吃店還不搭 小吃店也還資本額二十萬 這就是民進黨吃香喝辣 為什麼關山勾結一條龍 從經濟部 部長自己去找 頭路找好了 五二空還要找他 頭路找好了 去跟個家的頭路找好了 放我們在這裡 沒沒收 他優秀的公務人員 他如果沒有他找就好 為什麼叫小二吃 就是兩家以後的 然後陳凱琳就弄了一個聯合審查小組 全部都切成了兩家 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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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更惡一個就是餘電共生 我去跟宇宙說宇宙電共生是宇宙電生 還要給我罰 我在等你 我等到今年沒來 後來在前年八九月 他知道怎麼賣了 因為我有去宇宙 他撤銷了九張宇宙電共生的執照 各位 為什麼我要針對宇宙電共生 因為宇宙電共生 他是比一般的太陽冷光電 我們還要多給他十八趴的補助 他假的拿我們十八趴的錢 你聽不懂 他沒錢 最近這兩個月就有很多漁民 趕出來撲文說那個假的 他找官員到現場看的時候 是怎樣 去買魚子來放 買魚子來放 你看這個撲起來 黑魚子這麼大鼻 我跟你說 那黑魚子要養三趟拌 那都做拼了 那都做幾筆 要養四趟 宇宙電中間多久而已 你看撲下去 黑魚子那麼漂亮 你撲上去看 你養著什麼蝦 很蝦 你看白蝦 你看 你看有可能嗎 我台南人看多少錢 靠什麼魚電共生 有 有一些少數幾個腸 那為什麼要補貼你十八趴 多了百分之十八 因為你要能養殖的話 你還要打底 還要重做 你跟我說魚電共生 動車這裡都阿宅 不好意思 叫阿宅的人 你動車這裡都攀了 我們到漁溫去 你看只要這有在養殖 一定會有打水車 除非你是娶蟻 文革 沒打水車 所有的文就對了 都沒打水車 沒上手 你跟我說魚電共生 我會痛苦了 所以這個還會繼續補貼 他們才能繼續吃香喝 好 如果縱然 核電回復了 你不要擋核電 核電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都用了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缺綠的 所以我們當時才主張乙核 養綠 慢慢讓綠能上來 你跟我說你千斬花八千幾億 我跟你講 十二年前 大陸的太陽冷光電 就跟太陽花一樣會賺 我們拿一瓶桌在那裡 人家就一樣的太陽冷光電 就多了你23%以上的發電量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 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請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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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期待